而赵飞燕入宫之后不久,汉成帝很快又知道,原来她还有一个同样漂亮的妹妹,叫赵和德,所以接下来,汉成帝就下令,让赵和德也进入了皇宫,一起陪她玩。 就这样,随着赵家姐妹入宫,汉成帝的注意力,瞬间全都被赵家姐妹吸引住了。 至于说后宫里的其他女子,汉成帝就更不注意了,而许皇后那边,以及另一位宠妃班杰鱼之后,也被逐渐冷落了。 而面对赵家姐妹的出现,许皇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,在之前的十多年里,汉成帝从来没像这样,对她完全忽视过。 所以接下来,许皇后也想用各种方法,去重新迎回汉成帝的注意。 而赵飞燕入宫之后不久,汉成帝很快又知道,原来她还有一个同样漂亮的妹妹,叫赵和德,所以接下来,汉成帝就下令,让赵和德也进入了皇宫,一起陪她玩。 就这样,随着赵家姐妹入宫,汉成帝的注意力,瞬间全都被赵家姐妹吸引住了。 至于说后宫里的其他女子,汉成帝就更不注意了,而许皇后那边,以及另一位宠妃班杰鱼之后,也被逐渐冷落了。 而面对赵家姐妹的出现,许皇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。 在之前的十多年里,汉成帝从来没像这样,对她完全忽视过,所以接下来,许皇后也想用各种方法,去重新迎回汉成帝的注意。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许家送了一个神助攻,正是许家的这个神助攻,彻底把许皇后给坑了。 当时许皇后有一个大姐,名叫许夜,许夜知道这件事之后,就想帮自己妹妹一把,但问题是,她作为一个女子,又帮不上什么忙。 所以接下来,这个许家大姐,就开始玩乌谷之术那一套,诅咒赵家姐妹,同时诅咒其他所有后宫得宠的妃子。 甚至于那位害得许家老爹退休的王凤,她也没落下,一起扎了小人。 不得不说,许家混到这一步,真的是挺失败的,但凡当时许家有一个聪明人,都不知道出这种婚招。 而当时许皇后知不知道这件事,后事说不好,但显然,后来没过多久, 王家就知道了这件事。 对于这种扳倒许皇后的好机会,王家显然不会错过,所以在之后,汉成帝也知道了。 接下来的剧情,就和当年汉武帝和陈阿娇的那个剧情一样了, 既然许皇后此时没儿子,而且他又年老色衰。 汉成帝此时又有了新欢,那么接下来,自然有一大堆人开始弹劾许事, 而汉成帝这边,也就趁势废了许皇后的皇后之位,将他彻底打入了冷宫。 至此,许皇后彻底被废,而后被囚禁在了昭台宫里面。 这个剧情,真的是和当年陈阿娇的故事一模一样。 但不一样的是,许家比当年的陈家还要更傻一点。 当年陈阿娇被废之后,不管是他父亲家这边的陈家,还是他的母亲管桃公主,都特别老实。 所以最后,陈阿娇虽然被废了,但还是在后宫当中安享晚年。 除了没了皇后之位,生活待遇其实还可以。 可是到了许皇后这里,许家就没这个见识了。 所以接下来,许家又送了下一个神助宫,正是这个神助宫彻底把许皇后给坑死了,连冷宫都带不了了。 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,之前乌谷事件结束以后,那个玩乌谷之术的许家姐姐直接被处死,而剩下的许家人也都被送回了封地。 但是在京城这边,许皇后还有另一个姐姐,名叫许米。 这个许米,因为已经嫁人了,所以就没和其他许家人一起回封地。 而同时,这个许家姐姐的丈夫还死了,所以她当时是双居在京城。 所以,在许皇后被打入冷宫之后,这个许家姐姐觉得自己如今是唯一留在京城的许家人,必须得想办法救许皇后,在之后她就开始了一系列行动。 如果她啥都不做,许皇后其实还有一线生机,可是正是因为她接下来的这些行动,许皇后被她彻底坑死了。 当时这个许家姐姐,为了救许皇后,就把主意打到了当朝宠臣淳于常的头上。 这个淳于常也不是普通人,她是汉城帝的表兄弟。 她妈是汉城帝的大义。 另外,淳于常当时的身份比较特殊,因为当时王家掌权,但是王家下一代的孩子都不太行, 所以王家的长辈就从下一代人里面挑了两个看起来有点能力的,当作王家下一代的继承人来培养。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淳于常,另一个就是王莽。 所以,淳于常当时不但是汉城帝最信任的表兄弟, 而且也是王家内定了未来家族接班人,在可以预料到的未来, 他一定会成为朝堂上的第一大臣,权力极大。 所以,许家姐姐在这个时候,就找到了淳于常。 他给淳于常送了不少钱,希望淳于常可以在皇帝面前多给许皇后说好话, 让汉城帝可以回心转意,再立许皇后做皇后。 说实话,许家混到这个份上,真的是挺失败的。 当时但凡有一个许家男人能站出来管事,都不至于出现这种局面, 谁都看得出来。 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宠臣能够解决的。 而且,淳于常代表的是王家,如果许皇后复利,这对王家有什么好处, 淳于常怎么可能真的出力? 但可惜的是,因为当时许家人已经全都被赶回了封地。 对于朝堂上的这些门道,许姐姐是一点都不懂。 所以接下来,这位许姐姐就成了淳于常手里的一个玩物。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,淳于常借着说好话的名义,不断向许家所会。 最后,淳于常近乎把许家快要给搬空了。 在这之后,淳于常依然不满意,开始打这位许姐姐的主意。 而许姐姐倒是也豁得出去,为了妹妹,她什么都愿意做。 反正当时她老公已经没了,所以在之后,她就直接去给淳于常做了一个偏房小妾。 堂堂前皇后的姐姐,之前也是一位侯爵正妻。 这时候,居然去给人家做一个偏房小妾,也不知道她是咋想的。 估计当时许姐姐还觉得自己挺伟大,自己是在为了妹妹牺牲自己。 而在得到了许姐姐之后,淳于常依然不满意。 接下来,她又将手伸向了冷宫,开始打那位许皇后的主意。 淳于常未必敢直接去冷宫,去和这位前皇后发生点什么。 但有许姐姐在中间沟通,她写封信调戏一下许皇后,这点胆子还是有的。 而面对淳于常的轻挑,许皇后为了复委,也不敢多说什么。 反倒是得尽力配合,也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。 就这样,两人之间的这点猫腻,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证据。 而这一切,当时其实都落在了另外一个人的眼里,这个人就是王莽。 王莽和淳于常,虽然是表兄弟的关系,但是同为王家内定的未来继承人,两人也是竞争者。 所以,得知此事后,王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,很快就把事情给捅了出来。 这一下,许皇后彻底没救了。 当汉成帝知道这件事,并且看到两人之前互通的那些信件之后,汉成帝顿时忍不了了。 作为一个男人,汉成帝显然接受不了这种事情。 所以在之后,淳于常直接在监狱里被杀了,至于许皇后则是被汉成帝送去了一杯毒酒,直接赐死了。 这就是许皇后最后的结局。 对于许皇后的死,后世很多人认为,这是赵家姐妹的责任。 如果没有赵家姐妹,许皇后还是皇后,还能尽心辅佐汉成帝。 但实际上,如果我们仔细看过整个过程,我们就会发现,在这期间,赵家姐妹其实没干啥。 他们最多也就是在汉成帝耳边吹吹枕头风,真正要命,其实是许家自己送的那两次神助攻。 堂堂许家。 当年也曾经显赫一时,如今,混到这个程度,让两个许家姐姐出来主持大局,也真是挺失败的。 但凡当时许家有一个有见识的人出来抗示,结果可能都会截然不同。 而对汉朝历史来说,许皇后的死显然也是一个重要节点。 虽然许皇后的死和王莽确实有点关系,而且许皇后的死也直接导致淳于常被杀。 不久之后,王莽就接手了汉朝的最高权力,成了第一大臣。 但问题是,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其实是反过来的,不是王莽坑了许皇后,而是许皇后和许家混得太惨了。 这才给了王莽机会。 混到这一步,许家其实已经没救了。 而当一个原本很贤德的皇后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的时候,这样的西汉其实也快没救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